嗨,你好,我是瑞希 前些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 关于春夏采访的视频 他说 我就是要这个世界上 有一束光是为我而打的 我就是要有一个舞台 是为我而亮的 我要这个世界上 有人是为我而来的 那 非常非常重要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睛里闪着泪光 有人为自己而来 这太重要了 我们一定要不畏惧 别人诧异的眼光 也一定要温柔 又有力量 春夏满足了许多人 对于小女生的想象 有自己的执念和思考 也有自己 对于世界的表达 我特别喜欢他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我几乎讨厌 这个世界的大部分 但一定有一小部分的东西 他留住我 有人喜欢晚上六点半 闹市里的海报 有人喜欢周末十一点半 准时放映的夜场电影 还有人喜欢凌晨七点 厨房里飘来的饭香 那些被人忽略过的细节 恰恰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 也才成就了 有别于普通人的那个我自己 成年以后 很多人不再质疑去追求梦想 更多的人选择随波逐流 有自己坚强到底的执念 有自己充满棱角的特点 那才是你本该有的样子 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喜欢一个人 喜欢到 可以为他和这个世界抗衡 你也可以加到好处地表现自己 表现出 你带给他们的惊喜 有句话说 他这样孤独地漂流 只为 去未知的世界看一眼 很多人说自己就是孤独本身 但你好特别 特别到不用孤独成全 特别到 你一个人 也可以骄傲地被这个世界喜欢 你有棱角的样子很有趣 是总能用一种舒服的方式 和这个世界相处 或许我们也可以在不断地挑战中 不忘记享受这个世界 我们 不要畏惧别人质疑的声音 也一定要坚强 也一定要坚强 又有棱角 这个世界上 总有人是为你而来的 总有一天 你会迎来那个人 也会迎来 你想要迎来的自己 我会迎来的 你会迎来的 我会迎来的 我会迎来的